明报报道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推出近15年 由政府撥款给非牟利机构 以社企形式活化 再用历史建筑和法定估计 但这一项预留20亿推行的计划 多致银行目延期或楼标饱受批评 今个月里新的 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卓权和 有意探讨放宽限制 容许非牟利机构和私营机构合作 共同申请营运 同时研究增加活化计划评分准则中 社会价值及社会企业的营运比重 检讨有望年内完成 明年试行优化计划 东方日报报道 坊间有机构卫生小众提供改变性向的辅导 但作用存疑 有团体在2020年8月 事到2021年3月期间 以网上问卷形式 访问219个性小众 了解他们试图改变性倾向的情况 结果发现有大约冷成受访者 曾经接受性向试改治疗 当中近四成人在治疗之后出现抑鬱症状 有大约八成受访者在试改性向之后出现自杀念头 其中近三成更加有自杀计划 反映接受有关治疗或者会危害身心健康